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牌 抽牌 抽牌等动作来攻城掠地 过早的阵地优势可能会引发其他玩家的围攻 抽牌虽可增加后期的优势 但也可能导致游戏结束时来不及使用 掌握游戏节奏并试时做出决策 是此款游戏的制胜关键 试着运用手牌属性间的相克来占领最多的据点吧 卡牌介绍 转命师的所有游戏卡牌一共分为四个种类 不同的玩法会使用到不同种类的卡牌 种类一 塔罗大秘遗牌 左上角为罗马数字 共22张 种类二 塔罗小秘遗牌 左上角有四组不同图案 权杖 宝剑 钱币 圣杯 每组14张 共56张 种类1与2的塔罗大牌和小牌 一共78张 合称座塔罗牌 种类3 星座牌 左上角为黄道12公斤号 搭配四项颜色与数字1至12 共12张 种类4 星体牌 左上角为球体搭配点数0至9 共10张 游戏设置 命运之轮的游戏中将使用到塔罗小秘遗牌 星座牌 星体牌 共78张 将所有卡牌洗匀 在桌面中央排列出4×4 且正面朝下的阵地 发给每位玩家5张作为首牌 首牌可以自己查看 不让其他玩家看见 将剩余的牌放在一旁作为抽牌堆 并预留7牌堆的位置 接着每位玩家选择一种指示物 并拿取该指示物的10个标记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咯 游戏流程 选择一位骑士玩家 由他开始游戏 游戏依照顺时钟方向进行 轮到你的回合时 必须从以下4种动作中选择一种 动作1 抽牌 若抽牌堆还有牌 可从抽牌堆抽一张加入手牌 每位玩家手牌上限为6 到达上限时不得抽牌 动作2 气牌 从手牌中选择1-3张牌 面朝上丢到气牌堆 然后从抽牌堆抽等量的牌回手中 动作3 翻牌 从桌面的阵地中翻开一张覆盖的牌 并将自己的指示物放置在该牌上 接着此张牌立即攻击上下左右其他已翻开的牌 攻击规则将在待会做说明 动作4 出牌 从手牌中出一张牌 正面朝上覆盖在桌面的阵地中 任意一张已翻开的牌上 出牌覆盖的前提是 此张牌必须能够击败被覆盖的牌 否则不能执行此动作 攻击规则将在待会做说明 覆盖时若是覆盖在对手的牌上 将上面的指示物归还给该玩家 并放上自己的指示物 如果是覆盖在自己的牌上 则将原先牌上的指示物放在新盖的牌上 接着此张新覆盖的牌 会立即攻击上下左右其他已翻开的牌 以下为攻击规则 当一张牌攻击其他牌时 比较双方的属性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风 风克土 风水不相克 土火不相克 状况一 若攻击方获胜 则将防卫方的指示物归还给所属玩家 摆上攻击方的指示物 状况二 若防卫方获胜 则防御成功 不改变牌上的指示物 状况三 若两方属性相同或不相克 或有一方没有属性 则比较数字大小 星座牌 航道公位数字为点数 小秘仪牌 点数为数字 数字较大的一方获胜 并对照状况一二的结果摆放指示物 五属性者 以星体点数计算 太阳为十点 游戏结束 当桌面上阵地的最后一张牌被翻开时 计算完此张牌的攻击结果后 游戏立即结束 每位玩家计算自己在阵地中占领的数量 由占领最多的玩家获胜 若最多的玩家中有平手 则平手的玩家中 手牌数量较少的玩家获胜 若仍然平手 阵地数字总和最少的玩家获胜 若在相等 则共享胜利 恭喜你会玩命运之轮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博根地官方来 快搜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